警察要准备封路咯 还有热情的广场物 哇塞 出动好多警察哦 原来台湾还有这种警车好特别哦 柄柱公司马上到了 警察要准备封路咯 还有热情的广场物 台湾的封路好简单哦 连炸门都不用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很自觉啊 我印象中的广州封路是长这样的 哇塞 出动好多警察哦 原来台湾还有这种警车好特别哦 柄柱公司马上到了 后面还被有两台救护车跟随 真的是辛苦警察们了 看的是2023年国际自行车横台公务大赛 这个赛事是被列为国际自行车总会 UCI2.1级顶级赛事 是亚洲规模最大和最具指标性的公路大赛 由31个国家 24个顶级职业车队 吉安特厂牌我在大陆是有听过 我那时候做厂购嘛 我跟同事一直就以为说 吉安特是美国的 我就觉得啊 当代罢了 因为当时在讨论说这个厂牌的 脚大车它的质量 算是巨型车里面的大牌货啊 然后我来台湾之后呢 我跟我老公讲说 选不到台湾的公共脚踏车 就是那个微笑单车啊 我说这么好骑耶 然后比我在大陆啊 就是骑的那个共脚踏车 还要好骑很多很多 而且它的速度很快 然后我老公他就说 喔 当然啊 请吉安特来做的 当时听说是结的贵 我超好骑啦 我当时是结的纳闷 我说为什么台湾正要 你要请美国厂商 来做脚踏车仕桶呢 老公说是谁给你美国的啦 明明就是台湾了好吗 我在赫言的发现 那既然是台湾的厂牌 可能就是鸣吉尺的太阳气了 我不得不说台湾真的很多产品 他是做的齐名世界 我们来台湾旅游的时候 就是我们常常要买的东西 都会特别的挑 要台湾生产的 虽然说贵一点点 但是他的质量就好像好几个层次啊 以后我们马上看看 我们下周一个第一次是 我们下周一个 全新结架